中学生爱被四个男生轮肩 他打电话想和哥哥告别 可俊没有接通他的电话 爱纵身月下高楼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丝关系 他紧握的手机摔在地上 俊从他的小熊挂剑被摔断 这一切成了俊的梦魇 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里 俊要为妹妹报仇 他尾随那四个男生到了一个巷子 爱因他们而死 但他们却若无其事地喝酒作乐 俊愤怒地举起匕首冲过去 这时他收到一个邮件 是和爱同名的一个小女孩小爱发来的 他感激俊这个陌生人送上的生日祝福 并且也祝福俊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俊一时间觉得还有人牵挂自己 打消了报仇的念头 小爱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被轮件后父亲觉得羞耻报答了他 母亲也觉得他脏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无处可去又没有钱 只好做了陪酒 后来皮条课金请推荐他去拍AV 从他身上捞了很多钱 俊是一个DJ 他为小爱录制了一首歌曲 那晚小爱偶然地走进他工作的夜总会 两个人因为一首熟悉的歌相遇了 他送小爱回家 小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家里 小爱为了还钱瞒着俊继续拍AV 他强忍着男主猥琐带来的恶心 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他和俊的幸福 和俊还是知道了AV的事情 他请求小爱告别那样的生活 和自己简简单单地过日子 小爱握住他冰凉的手 说自己需要钱 心痛的俊甩开小爱的手夺门而去 剩下无助的小爱在房间歇斯底里 小爱忽然有了身孕 孩子是俊的 他以为俊会将他把孩子打掉 可没想到俊很高兴自己有了孩子 从医院回岸的路上 俊牵起小爱的手细心呵护虚弱的他 小爱辞去AV的工作 他向皮条各时穿借钱还了贷款 安心地做起了家庭主妇 为俊准备一日三餐 俊也辞去了DJ在工地上卖起的苦力 一天下来手掌磨出了许多血泡 这些牺牲他们都觉得无所谓 因为他们将有一个完整的家 再苦再累也值得为幸福努力 但恐惧在小爱的心底生起 他害怕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负责 他怕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 他问石川 这世上的错误都是为什么 石川说 所有的错误都源于开始 小爱决定打掉孩子 当麻药通过透明的管子 流进身体意识开始涣散的时候 他心里的悲苦化成几行青泪流过了脸颊 俊得知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后离开了小爱 他坐在路口看着一群小孩子 牵着手锅马路 他拿起手机想给小爱发一个信息 可编辑完收件人又放下了 小爱手中握着手机 他一直在等俊的电话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小爱赶紧接通 电话不是俊打来的 却与他有关 警察要他去领俊的遗体 俊为了救一个过马路的小孩子 被车碾死了 小爱握住俊冰冷的手 曾经微信的画面一幕幕涌上心头 他站在楼顶 也想随俊一起离开这个无情的世界 却收到了俊定时发送的邮件 给我最爱的人 原来他在俊的心里 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人 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 过去的人不要太过怀念 未来的事不要太过期许 把爱留在心里 无所畏惧的生活 才会